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Rowen 這邊有人是在做跟Data相關的工作嗎 就可能是Data Analysis Data Scientist 或Data Engineer Is there any? 喔 好 看來真的不是很多 對 好 我是Rowen真 然後Rowen 羅文 宛如 然後因為都可以這樣稱呼 那我最近比較常在研究跟Image相關 或是數值類型的資料 然後最近喜歡做一些可以讓 建造模型變得簡單的一些工具這樣子 那我今天要講的東西會是Bit Query 然後它是Google Cloud Platform上面的一個Service 這樣子 那會從就是 一般來說我們Data Scientist 怎麼樣去create一個model 然後到 如何用Bit Query去create一個model 然後去比較說 欸 這個中間的gap 有什麼樣子的 不一樣這樣子 好 那為什麼使用Bit Query 有人在用Bit Query嗎 喔 有 有幾位 對 Bit Query這個東西 其實從2011年就開始 有的一個服務 那為什麼Bit Query 後來會跟Machine Learning扯上關係 是它在2016年之後 就開始Public了一個東西 叫做Bit Query Public Data Set 它收錄了很多 可能是 主要還是現在美國的Data比較多 那後來因為Data資料大家也越來越多了嘛 公司的一些數值型的資料也會 以Bit Query這樣的table存在在上面 上面Structured Data的一個Format上面 那之後 在2018年收Bit Query ML 就Release變Beta 那到2019年的時候 5月的時候 正式的GA這樣子 那這個東西有什麼好 就是令人感到驚訝的呢 就是應該說 以前我們處理數值的資料嘛 可能是現在公司的等級 Data等級可能都是 TB等級或是PB等級 那大家處理資料要多久 有人有任何的概念嗎 就是大家可能處理時間要多久 那現在放到Bit Query上面 我們可以看到上面就是 Scan TB等級的是In seconds 然後PB等級的是In minutes 這樣的速度是有就是 百倍或是千倍以上的加速喔 那最近就是還有在Release說 你可以train你自己的TensorFlow Model 放到上面去給Bit Query做Serve的動作 那最近也有在做 Data Pre-processing上面的Beta的一個Release 好 那現在Bit Query Machine Learning上面 可以train的Model有三種 那主要就是很常見的這三種 Machine Learning Type 就是Classification Regression 跟Clustering 那這三個基本的Machine Learning Task 我今天會在兩個 類似Demo的Lab上面進行 會是針對Regression 跟Classification 這兩種 好 那大家會懷疑就是想說 那用這個服務要不要錢啊 我可以跟大家說我今天做的一個Lab 是完全沒有使用到上面的任何的Credit 就是你只要在有線的資源內使用的話 是Free Tier的 然後它的Free Tier有兩個層面喔 就是你在上面存的Data Set 只要Under 10GB以下就是Free的 那第二個就是你Analysis 就是你去Query你每一筆Data的 得的數量是在1TB以下 每個月1TB就可以免費 所以我今天使用的Data大概就是會在 萬筆之間 然後去做建立Model 然後Query 我的Data 那其實我大概也是建了二三十個模型吧 然後到現在其實都還是一個免費的階段 那所以就是只要你 你 我就是在上面寫一個Tips 就是Filter early 就是你及早的發現你哪一些Feature是重要的 先把那些Column給Filter出來 然後運用那些Features去建立你的Model 就不會去省 就可以省去說你Filter 你拿了很多Data未進來 可是其實你並沒有用到那些Column 然後去做 讓你的Query變得浪費這件事 好 然後我今天會講的 服務大概有這三種 就是我會把我的Data放在GCS上 就Google Cloud Storage 然後把它位到我的Big Query 然後去建立一個Table 建立好我的Table以後呢 我會用Cloud Data Prep去做Data Pre-Processing Pre-Processing以後得到的那個Table呢 我會用Data Studio這個服務 去做一些Data Visualization的動作 那得到一些關鍵的Feature以後 我再位回去Big Query裡面去做分析 建立我的Model 那這是今天的一個流程 那如果可能你想要分析的東西 不是數值型的資料 可能是影像類型的資料 你可以使用就是Cloud Vision API 就打API可能去做影片的辨識 或是做影像的辨識 它就可以告訴你說 這張圖裡面有狗有貓 可能這支影片是關於Football的影片 是關於Baseball的影片 那另外一個就是今天還有一位講者有提到Cloud AutoML Cloud AutoML是你只要把一群的照片 就上傳到雲端上面 那你同時給予他們的Label 可能這張圖片是代表 馬爾濟斯的照片 然後這張圖片是代表 拉布拉多的照片 之後呢Cloud AutoML就會在上面幫你 可以build你自己的影像模型 好 那現在我就要開始帶Lab說 我以前身為一個Data Scientist 會去怎麼樣就是 土法煉鋼的去見我自己的model 那現在用Bit Query可以怎麼做 如果大家覺得我的Code 在上面投影不清楚的話 可以去搜尋就是我的GitHub Rowen Zen 然後DevFest 2019之Rowen這樣子 好 就是我第一次在這麼多人的場子講 現在有點緊張 好 然後今天主要使用的Data有兩種 就是第一個是Caggle平台上面的一個叫做 Adult Census Data 它會去評估說 這個人在這樣的婚姻狀況 在這樣的可能學歷之下 還有他每年可能投資的金額的獲利 那他每年的收入有超過50K美金嗎 好 所以第一個這個Task是做一個 classification的model 去判斷說這個人的收入有沒有大於50K美金 或是小魚 那第二個呢 是我從台灣的氣象Open Data裡面去撈的即時雨量 觀測資料 然後我是11月28號下載的 那它上面的描述大概是這樣子 大家可以看一下它的Row Data 有大家看得清楚嗎 好 就是這上面我是11月28號下載的 然後它裡面就會包含 比如說這是9份Latitude跟Lontitude 是在這個位置 那它的高度837公尺 還有它的雨量 10分鐘累積的雨量 3小時累積 然後6小時累積 那我現在要預測就是 那它現在的即時雨量是幾毫米 然後這是一個regression的Task 要去預測說這個數值是多少 好 那從剛剛的這個json file 然後我就幫它整理出了一個就是 左邊的那個csv 就是by column的這樣子顯示 好 然後我先來帶第一個就是 一個常見的machine learning model 的一個building的過程 大概會分為就是五個steps 就是你剛開始你要去得到你的data 然後這個其實這個過程非常lousy 就是你要怎麼樣去收集你的data 然後做data cleaning 去擷取你重要的feature 是哪一些要做為我們data的input 之後呢我們選一個model的algorithm 然後衛進我們的model去做training的動作 我把那個圖放大喔 那每train一個model我們就可以去評量 我們每一次model的performance嘛 那經過一次performance的驗證以後之後 我們就可以調整我們的model parameter 之後又再重複了這個loop的一個動作 那最後最後我們才能夠可能跟PM啊 去做一個可能model performance的一個tradeoff 我們是要以什麼樣的metric下去定義說 這個model是真的可以定版然後去做 做我們的product這樣 最後才是deploy model 好所以等一下就是下面的code會包含就是前四個部分 好然後前面就是先input一些需要的data這樣子 好然後我們的一個就是到CSV就是人口普查的資料 大概會是長這樣 會去代表說你現在的working class 你是工作在government或是你隸屬於私人公司這樣 然後你的education可能是大學啊 或是什麼樣子的身份畢業的 然後你有沒有結過婚啊 然後你是什麼性別 然後你的投資的情況 你每週工作幾個小時 那你是來自於什麼國家 然後我特別選這個dataset就是因為 這個來自於什麼國家裡面包含了台灣的資料 所以我等一下也要把就是我自己的情況 然後放到model裡面去看它會不會predict 會不會大於50k per year 好然後大家等一下如果有興趣 可以把自己的情況交給我的model來predict一下 好然後這邊這個df.describe 然後就可以看到說這個每一個column 就是應該說numeric的column 代表數值型資料的這些column呢 它的最大值啊或是前25% 它的數值的那個大小是多少這樣 然後通常我們就會先看一下 這個datavisualization 哪一些資料可能有一些正相關的關係 比如說從左下到右上 這樣子的分布呢 可能就是你工作時數越多啊 你的薪水就越多 類似這種 然後可是我從這個表上面啊 就粗略的來看 好像每一個column跟每一個column 沒有什麼太大的關係這樣 好那不管我們就繼續分析看看 好接下來這邊就是一連串的datavisualization 然後也是從這一連串的datavisualization呢 我才發現說其實有一些column是重複的 所以我這邊我就開始在做我的data preprocessing 我把了這些data都拿掉 這些column都拿掉 因為裡面marital這個column 其實跟relationship這個column其實是一致的 它就會代表說你是不是已經結過婚 你現在在婚姻的狀況是什麼 所以還有一些其他這些我覺得跟一個人的收入也沒什麼關係 其實後來我就都拿掉了 那另外一個值得一提的是我加了一個column 就是我把capitalgain跟capitalloss 合成一個叫做capitalbalance 就是把gain減掉loss然後就得到balance這樣子 然後混合成一個column 然後就把這個column給加進去 好 我最後得到data長這個樣子 然後後來發現呢有一些問號的值 那我這些問號的值就讓它自成一類 它們就叫問號類 好 然後接下來 因為這樣子他們是自串的形式存在在這個data當中嘛 可是這樣子是沒辦法讓我們模型去訓練 必須要把它轉換成vector形式 那最容易的方法就是把它轉成one half vector 所以我全部用one half encoding去把它用 比如說大於50k就用0去表示 小於50k就用1去表示 然後這樣子讓它去 以數值的方式去取代 然後最後就是再畫一次我這個圖 確認一下我做的data的轉換有沒有錯誤 好 現在大家是不是對於data3提示的工作 感到非常的無趣啦 對 對 其實我們每天就要重複這個過程 然後 然後當你發現 欸 這樣子轉出來的model 怎麼 比上次還差啊 然後有時候 又想說 欸 為什麼現在這樣轉出來model 竟然比上次還好 有時候都會覺得自己 不知道 是哪裡的問題你知道嗎 對 然後 好 接下來我們就繼續做下去 好 剛才這邊轉成one half encoding了嘛 就是什麼可能country啊 word class這些 那其他數值型的資料我們就會做 我這邊是做maximalization 就是讓數值不要差異太大 全部縮在0跟1之間 然後這樣有術於模型的訓練 然後剛剛說one half encoding在這邊 在這邊 所以剛剛 本來country 可能是 可能第一 第一個roll這個country 它是11號 所以就會變成在第11這邊 變成1 然後其他都是0這樣 然後就是one half encoding 好 最後呢我們要切我們的data 我們一部分要切為做訓練 一部分切為做 評估 然後就把它切切切 好 就切成兩份了 然後分別 總共有24000筆data 然後8000筆用在test 其他筆用在training 然後我的feature總共有76個 好 我們跑一個random forest classifier 這個東西算是蠻高級的一個演算法 在machine learning演算法當中啦 好 然後 好 最後跑出來的prediction 分別precision 選82 86 這個就是總共data 裡面對了 總如果有100個的話 就是對了82個這樣子 然後accuracy是85 大家可以把85這個概念 就是82 86 85這三個數字 記在心底 然後我等一下會用bit query再做一遍 那大家比較看看兩者差異是什麼 好 82 85 82 86 85 好 然後我現在換成bit query版本 bit query在這邊 嗯 bit query在這邊好 我剛剛做了很多前處理嘛對不對 好 然後google有出一個前處理的工具 叫做 cloud data prep 叫做 cloud data prep 就一樣在那個gcp這邊 然後找 cloud data prep這邊 然後進來就會變成這樣 那因為它匯入資料需要一點時間 所以我現在就不展示就是 重新匯入這個動作 匯進來以後 每一個column就會跟你匯進來的data 長一樣 然後最不一樣的就是它在 剛開始上面的地方 它會有一個這個 做一個這個 distribution的bar條 你就可以知道說 欸哪些類別 是比較少量的data 然後哪一些column有缺值 好比如說像我剛剛說 有一個native country 我記得台灣好像在這個中間 這裡 好台灣有51筆 總共兩萬多筆有51筆 算是很少啊 你看它主要還是 美國data 所以predact predact如果出來沒有大於50k美金 我也就是安慰自己 不要太難過這樣 好 好 然後 好最後加了這一欄 ease evaluation 這個東西會等一下用在bit query的那個 model的建立當中 主要是因為我剛剛建的用我自己 傳統data scientist 會這樣子處理的方法 這邊不是有一個data splitting嗎 然後我又把這邊 就是哪一些分座trend 哪一些分座evaluation 記錄到這邊來 這樣子等一下比較才會公平 這樣子 好然後這個data prep怎麼用呢 就是你可以直接在這邊 譬如說它原本stream的data 你現在要改成integer 就直接改成integer 然後這邊is evaluation 它現在是bullying嘛 然後你可能想要改成integer 變成01 等一下喔 好像有點太大 好就把它改成01 然後可是它現在還是bullying 所以我先把它轉回來 等一下跑到bit query那邊比較不會有問題 好然後所有東西都可以直接在上面即時的就是做改變 然後它就會跑一個 譬如說這個house week好了 然後把它變成 然後把它變成 等我一下喔 是不是網路有點不太 不太穩 好沒關係 我所有就是做的一些改變都會出現在右邊這個地方 例如這些東西是我原本覺得說不需要的那些colum 它就會變成一個recipe 然後存在在右邊這邊當中 然後我產生的一個capital balance這個東西呢 就可以直接建一個function 叫做substract 然後它叫做game-loss 然後就直接存在在這裡 然後我就直接把其他東西 其他capital loss跟capitalgame也都刪掉這樣 然後這是我剛剛做的 我的evaluation type to integer嘛 然後之後我又圖booling這樣 可是其實這兩個可以不用 就把它把它刪掉 好 oh my god 等我一下 好等一下 它現在真的好像 我們存在一點網路的問題 好先不要理會 總之就是 大家可以回去試看看說 這邊的所有操作都是可以直接即時的 然後這邊可能我建立一個function 叫做一個math的substract 然後譬如說我剛剛叫做capital 可能我要用word class hours week 所以可能我想要每個人都剪十個小時好了 然後我這個column呢 叫做hours 剪十這樣子 然後這邊就可以即時的做一個preview的動作 每一個column剪了十位是多少這樣子 然後我就直接把這個東西add成我們的feature 之後呢 就這邊run一個job 它就會去跑dataflow的一個流程 然後這個東西我要放在我的gcs的哪裡 然後我是要以取代方式 取代之前曾經生成過的csv或是 產生一個新的csv 然後我要用多少的cpu啊 用多少的ran去跑這個job 那最後這個job就可以再 我再開一個 就可以在這邊看到 然後跑過的所有job 會在這邊 然後可能它包含的 嗯 profile 它包含有哪一些column 然後 overview整一個 每一個step 是長這個樣子 好 之後我就做成了一個新的csv 然後input到我的bitquery的dataset裡面 就會叫一個adultdataprep這個地方 然後這裡 嗯 這裡好像變太大了 處理完的一個新的csv就會講這個樣子 然後這邊也可以做preview的動作 好喔 可是這邊在做preview的時候 你會注意到就是可能我occupation 沒有去做可能one-hunt encoding或是什麼 是因為bitquery全部都會幫我做掉 所以我這邊只要決定我哪些data要哪些data不要 好喔 然後 現在來開始用bitquerytrain一個model 然後可以看到我之前有把我自己的query的code放在這個裡面 我看到trainadult這個東西 然後openquery ineditor 欸好喔 這個trainadult 這裡可以看到就是我要去建立一個叫做census這個dataset 然後這個classificationmodel 就是要這個classificationmodel 那data是from這個地方 就是這個dataset底下的adultdataprep這個地方 好然後我現在要做的是logisticrecreation這個model 這個algorithm的model 那label是來自於叫做label這個column 那is-eval這個地方就是會說哪一些要做為training的data 哪一些要做為evaluation的data 好然後按下去呢 我們差不多等個兩分鐘就會有我們的model 好然後我現在先給大家看一下 我這邊train好的model 會是長這樣子 他就是這邊會去顯示說 欸每一次的loss欸真的好 每一次trend都有下來 那duration花的時間 然後learning rate每次是多少 那最後evaluation這邊算出來 的metrics performance像什麼樣子這樣子 好 那這邊不準 因為要去看用evaluation的dataset 測出來的分數嘛 好然後我再開我另外一個query 叫做evaladult 好這個東西就是他去讀這個model 然後一樣用這個data 那他會自己去知道說要去選eval等於true的那些 喔好 現在剛剛已經train好了這個model 大家有就是記得大家花了多久的時間嗎 在這個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之下 就是好然後我現在先跑 用這個model跑出來的一個結果 大家會是多少分這樣 好這邊precision 54 recall 85 accuracy 79 大家還記得剛剛我做出來accuracy是多少嗎 是不是大概80幾 所以好 Bitquery做出來比較差 好 我不是要來打Google的臉啦 就是呢 因為 我剛剛有說就是 Random Forest這個model嘛 我選的是比較高級的model 好 可是現在Google提供的呢 就是它是一個叫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 可是這個東西其實非常的古老 大概是1980還是幾年代就有的一個演算法 那 就是這中間存在的差異是什麼 就是 你有看到它data準備其實非常的快速嗎 那我通常會用Bitquery來做什麼 就是我來做pilot run嘛 我先去把我覺得可行的那些feature 先放下去試看看說 欸這到底可不可行trend成一個model 那可行以後我才真正去花 effort去把它做成 用不同的可能比較高級的model 或是比較複雜精密的演算法去跑這樣子 那我現在比較常用的一個狀況也會是 可能我用data prep 就是這個視覺化的工具去跑前處理 因為其實前處理這個事情 是應該是data scientist每個人的就是痛點吧 對 然後我就會先從data prep這個東西去做我的data 那去用Bitquery跑一個pilot run 那發現可行 我再把它放到我自己的call裡面去做更多的嘗試這樣子 那Bitquery還有一個好處就是 它這邊可以link到一個東西叫data studio 這邊可以直接建立你所謂的報表 那我這邊已經建好了一個報表就是長這個樣子 就是長這個樣子 大家看得到嗎 就是這邊 我去拉說大於40的人 就是30歲到40歲的人 他們的這邊的收入 這邊可以直接用顏色就可以看出說 他們大於就是50美金的收入的一個比例 是多少 然後這邊還有可能各種可能婚姻狀況啊 或是一些工作的情況 又各佔50美金比例的這個label 有多少這樣子 然後這邊也可以直接做一些filter做篩選 然後這些動作其實都是即時 你可以在這個上面反應可以得知說 哪一個feature是比較dominant到你的model裡面的這樣子 然後這會主要是比較對於可能data analysis 或是data scientist 當初在選feature的時候一個很重要的兩個工具 這樣我會推薦大家使用data prep 跟這個data studio 好 然後 我大概是不是還有10分鐘以上 對10分鐘 好我再就是跟大家分享另外一個余亮的資料好了 然後余亮的資料也是 你看就是零零種種可能 我這中間跑的call可能大概也是有兩三百行吧 就是對於要建一個model 然後處理這些東西就很麻煩啊 小於零的代表該課沒有資料 然後余亮值都等於-998的時候 就叫做這三個情況都是零 就好我就是廢了一番功夫以後 然後把它整理成就是這個樣子 然後作為可以train的data 然後這個地方data visualization 其實如果它有data studio的時候 就會更容易去顯現說 每一個feature之間的關係啊 好所以我可以看到說 欸這個feature可能是有相關的 可能現在的雨量呢跟 欸24小時的雨量是有關係的這樣子 好就是之後我也是用了一個叫random forest regressor 去預測它 那我最後做到的mse跟mae是分別是0.13跟0.08 那最後我也用了bit query再做一次 那答案呢也是比較差一點 好就是同樣也是它上面也是用linear regression 就是比較沒有這麼高級的演算法去implement它 然後其實我也是很希望google可以多出一點feature 讓我可以在上面嘗試這樣子 好然後這邊是我新做的一個regression的model 然後一樣我們也可以跑 這個evaluation 欸我們看看喔 evaluation run 然後即時的讓它跑 我這model的performance這樣子 好然後也是比較高一點 0.61跟1.3這樣子 好然後是不是要完成一下就是 我用我的資料去預測說 我的年薪有沒有大於50k美金這件事 等一下喔看看 demo adult這個東西 好 好這裡就是 我用我的可能一些一些一些data 然後可能26歲 然後我的education num15是碩士畢業這樣 然後我現在在occupation 然後還沒結婚 然後是台灣人這樣子 好然後下去預測說 好我的年薪有沒有大於50k 然後其實結果蠻殘酷的 就是它說我小於50k的比率比較高 好是57% 然後大於的是42%這樣 好 我也欣然接受這個看法 因為其實它沒有那麼準嘛對不對 好 好 我們回來一下我們投影片 好 就是 從這 從這兩個 就是 我們以前怎麼做 然後跟我現在用 BigQuery怎麼做 然後大家可以去發現它那個速度上的差異 對 然後 這也是就是我最近就是很 應該說很有感的東西 就是 data這個東西在台灣好像很夯很火紅 可是大家就好像會覺得說 這個職業好像很fancy 那其實 我們很常在做的事情都是很lossy 包含前面data的處理 然後你要去 從哪邊得到你的data 然後 哪一些是重要的這些事情 那 Google提供這個 serveless the service bigquery data studio data prep 就是幫助我們做了很多 就是 Efficient的一個加成這樣子 對 然後 最後呢 就是 我們公司有在 真AI senior engineer 這樣 就是software engineer 然後 希望就是可能 對 image 或是對 numerical data 就是 比較 比較熟悉的人都可以來嘗試應徵看看 然後我們 常常使用的一些framework 可能就會是 pytorch tensorflow 其實不局限你用什麼 東西做你的deep learning model 然後大家有興趣可以掃一下這樣子 然後 然後 我今天就是大概分享到這邊 然後如果 大家有興趣 就是有更深 可能想要討論一些什麼東西的話 可以mail給我 然後或是加link in啊 或是medium 我medium上面有一些 寫一些pytorch的文章 這樣大家都可以去看 然後今天的內容也都會放在 剛剛給 就是給大家看那個連結的 的github上面這樣子 然後 就先這樣 謝謝大家囉 謝謝大家